那么现在要来讲呢是宁文化生母的第三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会讲五个生母 那么首先呢是TS表示的 它是一个轻不送气齿银色擦音 那么国金标也是TS表示的 那么宁文化生母中TS的发音与普通话生母Z是相同的 我来读一下例子 比如说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是刚才一个音的轻音 那么生母TSH它是一个轻松气齿银色擦音 那么国金标呢是TS右上角加给H 那么宁文化中生母TSH它发音呢与普通话生母C 它代表是相同的 嗯 不说 不说 那么接下来呢 生母用DZ字母表示的这个生母 是一个着齿银色擦音 那么国际音标呢 是用D和Z的字母来表示 那么宁波画中生母DZ 是与TS相同发音部位的一个着音 那发音与英语单词birds中的 DS的发音是相同的 类似的 那么普通话中没有与它对应的 发音相同的生母 那么注意不要与生母TS混淆 那举例来说就是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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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接下来呢 声母s它字母表示的是一个轻齿银擦音 那么国际音标呢 它是用s字母来表示的 那么宁波化中声母s 它的发音是与普通话声母s是相同的 那比如说 4454545。 44545. 445. 345. 那么接下来呢 生母这个字母Z表示的生母 是一个着齿音擦音 那么国际标呢 也是用Z来表示 那么宁波话中的生母Z 是S相同发音部位的一个着音 是英语中的辅音Z相同的 那么举一下例子 就是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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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现在这一颗生母就讲到这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五语学堂 那么下次再见了 Zi Wei Zi Wei Zi Wei